遊輪的第一站就去到法國南部的馬賽 但剛好我們那天就撞席環法單車賽 所以馬賽的岸上活動很幸運了 要全部取消 我們去了一個小鎮仔 Exxon-Provence 這個廣東話叫做阿桑普方 去參觀一下 這個其實是一個寧靜的大學鎮 並沒有什麼大景點 我們去了參觀他們的主教堂 一個遊合了很多建築風格的教堂 側門這個位置就是中世紀的羅馬風建築 而正門這一邊就是後期的戈德風 裡面也有很多東西看 好像這個領洗池一樣 其實在第六世紀已經存在 教堂經歷過長年累月的種種原因 包括戰爭、天災、無疑城市開發 這一千年是不停地加藝 到員工那天已經到了十七世紀的文藝復興 到今時今日就成為了其中一個國家紀念碑 所以這個地方是挺有趣的 挺值得來的 其餘的時間 我們也是在這個城市裡 去逛逛他們的市集 看看他們新鮮的產品 當然不少的就是買它當地的特產 普羅黃絲香草 讓我先把這包東西拿出來 今天就用它來煮一個菜式 平日回應也知道你們喜歡簡單易做的雞肉料理 即是一鍋過的那些 今天就用這個普羅黃絲香草 去做一個法國南部的菜式 這個就叫做Chicken Provence 普羅黃絲番茄烤雞 其實這個並不是特別的香草 只不過是幾種香草混合在一起 其實它有Oregano Thyme Rosemary 還有Marjoram 有些會加上芬衣草 這道菜是在超級市場買到的 很容易找到的 我們首先就要預備了些材料 三粒蒜頭,切碎它 紅洋蔥一個,切碎它 十五至二十粒去核黑橄欖 還有一些蟹魚 大約五條 我們先切碎它 然後再用刀背壓它 壓到一坨東西 這樣就可以了 這裡有八塊的毛骨雞上腿肉 你可以用其他部位都可以的 兩邊都要撒點鹽和黑胡椒粉 好,中大火燒熱的鍋 我們加些油 然後就可以放些雞肉 先脾向下 每邊煎四分鐘 看看你的煎鍋大小 可能要分兩三次來煎 現在前後煎了八分鐘左右 雞肉還未熟 我們先夾起它 轉中火 然後放些紅洋蔥去炒 炒兩三分鐘左右 直到軟身 三分鐘之後 我們就放些蒜頭 然後再煎多一分鐘 之後就可以放四份三杯紅酒 做法國菜 當然是要用法國紅酒 放了紅酒之後 就不停刮底部 我們要把底部的精華 把底部的精華 保持著中火煮三分鐘左右 我們要令到酒精揮發 還有要收一些紅酒 收大約一半左右 然後就可以放四百克的這些 碎番茄醬 再拌勻 拌勻 拌勻之後就可以放其他東西 分別有1湯匙的普羅旺絲香草 還有一匙的青椒 拌勻後再試味 不夠味的可以加點鹽 有個醬汁煮兩三分鐘 讓味道融合完 然後就可以把雞放進去 最後一個步驟 就是拌勻黑橄欖 然後就可以轉小火 蓋蓋 煮15分鐘左右 如果你用有骨的雞相比 可能要多幾分鐘時間 再不然就可以等入焗爐 預熱到190度 焗15分鐘 那你就不用看火 舒服一點 好 一個普羅旺絲番茄烤雞 就是這樣 這個東西很容易做 用料也不是很多 大家可以試試做 用來送什麼呢 薯仔 或者他們的燉菜 Ratatouille Hatatouille 馮小姐喜歡吃意粉 那就是意粉 好 多謝大家收看 下一集我們去意大利的三個地方 下次再見 拜拜 hasta la próxima 我們 應該會 我們進去 的